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华为与赛里斯合作的问解 这个名字有投尸问路的含义 所以该品牌用的是比较稳妥的SUV车型去开拓市场 然后就是和奇瑞合作的质解 主攻中高端市场 首款车型是轿车质解S7 未来马上会推出SUV车型质解R7 而今天的主角响戒是由华为和北汽新闻共同打造 主攻高端市场 而这台响戒S9就是他们的首款车型 之后还会有一个和江淮合作的品牌 名字有传言叫做奥捷 定位百万级市场 于冲冬说它是对标 甚至超越了麦巴赫 劳斯莱斯的 还有跟江淮的这个呢 名称还没定 这个可能要做百万级的 非常高端 我们对标超越了 远远超过了麦巴赫 在劳斯莱斯翻层 这个打死这个车的 好 那回到这台响戒S9上 首先新车的外观 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它和问解M9一样 都采用相似的家族化设计风格 头灯依旧有一条贯穿式的灯带连接左右 虽然下方并没有采用问解M主那种像素网格 可以显示那种的灯组样式 但这种繁星点点的设计会显得更为高级 车顶上方带有激光雷达 会搭载华为最新的ADS3.0系统 而ADS2.0 在我们短车地很多测试中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很期待它的表现 看一下车测 新车的车长为5米16 从数据上来看 它是要比7 8S小一圈的 3050毫米的轴距 让它和5 6E以及未来的ET7处在一个水平 不过电车的身份让它拥有较短的前后旋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S9车顶的弧线比较高 并且一直延伸到了车尾 具备很强的溜背感 有点EQS的影子 虽然这种设计会让车身显得有些臃肿 但是车内的空间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EQS除外 再给您说一个细节 可以看到 S9车装的下沿 采用了隐形水切设计 和极客X一样 它的橡胶密封条 背影藏到了车门板筋的内部 而像7系 A8这种车型的密封条都在外面 并且还会服务以多个式条进行装饰 当然 包括阿斯顿马丁D-BX在内的一些豪华车 也都是隐藏式的水切 可别小看这两种不同的设计形式 它能给车色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 先这更具简约感 或者更具豪华感 那么您更喜欢哪种呢 车尾相对来说比较中庸 辨识度不如车头高 北灯低视觉重心的设计 让它和林肯大陆有些相像 在灯组方面 与阿们就相比缺少了像素点阵的区域 所以它也就无法汇知内容了 咱们来看一下前面箱 官方说它的容积能有38升 并不算大 但是聊胜于无 好 看一下后备箱 后备箱的官方容积是50升 也不算太大 毕竟它将更多的空间还是放到了后排 并且这块还有一个12V的电源 好 那看完外观 您会给这台响截S9的外星设计打几分呢 那就我个人而言 华为这套加速车的设计 确实是更适合放在轿车的身上 进入到车内 首先在内饰的整体设计上 它和问贾M9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们又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设计 就比如纯屏的仪表台 远端的一径仪表 以及两侧的电子外后视镜的内屏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和阿维塔12有点像呢 当然 毕竟定位旗舰 所以S9在用料上比较下功夫 全车标配了那怕真皮 中控扶手和门板试条呢 都是采用了十目进行装饰 而这个水晶试条 为国内首个POR工艺水晶灯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 应该是和巴马爱奇的水晶试板 采用了相似的工艺 它在未点亮时能呈现出金属质感 打开分威灯之后 会有通透的水晶切面效果 在配置方面 这个电子外后视镜 应该是一个选装件 我非常喜欢这个配置 它可以很好的改善 传统机械外后视镜 有盲区 并且呢 在极端天气情况下 是也不够好的问题 当然 毕竟它是一个电子配置 所以理论上会存在稳定性问题 比如 可能会有画面延时 甚至黑屏等风险 未来 如果能将其车体解决的话 电子外后视镜 在中高档车型上的出镜率 会越来越高 头枕带有独立音箱 导航信息 可以只从头枕发出 车机和M9一样 采用的是鸿蒙OS4系统 拍摄时间有限 就不赘述了 不过从车机中可以看到 全车的四个座椅 中空屏幕下方 有两个50瓦的无线充电室板 但中央区域 并没有进行掏空处理 那么您可能会说了 为什么这台车 没有副驾屏幕呢 行政级车型的前排 并不是重点 多一块副驾屏幕 可能会破坏 它整体的一个简约设计 而这台车的重点 一定是在后排 前排已经调整到 我合适的驾驶坐姿 可以看到 后排的空间表现 可以用非常宽约来形容 当然 副驾后方的老板位 才是这台车 最正确的乘坐位置 首先聊一下 它的乘坐舒适度 坐垫柔软 包裹性不错 整体的一个乘坐感受 要比A6L和一体漆 更好一些 不过呀 它的坐垫 如果能再厚一些的话 就更好吧 放下中央扶手之后 可以看到 在两个座椅的中间 有一个 不带压缩机的冷暖箱 它可以支持 3到10度的制冷 以及35到50度的制热 在我们离车锁车之后 也可以远程开启 我本来认为 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放个酒 放个饮料 啥的 但我朋友告诉我 很多老板用车袋冰箱 主要是为了冷藏 随身携带的药品 或者是保健品 听不清的老板们 我朋友说的对吗 您看到这个安全带了吗 它是被固定在了座椅上 所以说这个位置 是在零中立模式 咱们可以通过 门板上的这个出货按键 一键打开 那可以看到现在 副驾正在向前翻折 当副驾驶调整好之后 我们的老板位置 就开始移动了 然后整个座椅 会向后倾斜 然后座椅会翘起来 实现一个零中立的感觉 靠波向后躺 要不说是老板位 真的是挺享受的 中央扶手呢 大于一块可以触控的屏幕 当我们的躺屏幕之下 可以把它翘起来 最大可以翘到45度 就像这样 那通过它呢 我们可以控制座椅空调 以及上方这块投影屏幕 和M9一样 S9也配有一块投影屏 可以通过扶手屏幕去控制 用起来比理想的手势控制 要方便很多 但它毕竟不是液晶屏幕 所以显示效果 还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同时也和M9一样 要想降下屏幕 主副驾驶的座椅 就要稍稍靠前一些 当然 你也完全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隐私幕部去使用 配合着后风挡 后色窗 后三条窗 以及贴幕的装帘 可以形成一个 相对私密的空间 据工程师透露 相机S9并没有计划 做纯四座版的车型 所以不论您买 哪个版本的车型 它的后排空间 都是怎么大 相机S9预计在8月份正式上市 目前新车的预售价 是45到55万元之间 那么参考M9的售价来看 我猜测 它的最终售价呢 很有可能是在42到52万元之间 所以很明显 虽然余总一直拿它和7、8S做对标 但是很多考虑7、8S用户呢 会有商务的需求 所以说他们会更在意 品牌的价值 或者说是面子 显然在这方面 想借品牌还是不够的 当然 车呢还是用来开的 未来等到我试驾完这台新车之后 再对它 给您下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它 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是陆鹏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